以色列和加萨地区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同一停火 在空袭造成至少35人死亡后 冲突于5月9日星期二开始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团体的三名高级指挥官 发动了具有针对性的按下行动 以色列表示 一名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爵士身亡后 这些指挥官应对5月2日向以色列发射100多枚火箭弹负责 巴勒斯坦的官员说 5月9日的空袭造成至少10个平民丧生 其中有4个是小孩 作为回应伊斯兰圣战团体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一名以色列人和一名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因此葬命 这促使以色列对伊斯兰圣战团体发动更多空袭 杀害更多指挥官 截至5月12日星期五 至少有33名巴勒斯坦人葬命 数百人受伤 据巴勒斯坦官员称 死者有至少一半是平民 经过5天的战斗 双方已证实同意在周六与埃及的周旋下停火 尽管此后又发射了一些火箭弹 但截至5月14星期日停火似乎仍然有效 追踪我们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